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回应 营养午餐图立特定厂商表示 7月18号首次开标 投标基本资格需要有食品制造业、供应商等 因为本案每标均为巨额采购 可以额外加上特定资格 但今年午餐招标从二标改为实标 需要有更多符合基本资格的优良厂商加入 所以在招标文件特定资格证明 具有相当经验或实际者证明部分应该要删除 但因为行政疏失错漏 开标当下即发现疏忽 主持人不予开标绝标 因此宣布废标 而当天也立刻邀请所有投标厂商 有主持人说明原位并致歉 而县府代理处长翁淑敏也表示 112年学年度的营养午餐 但今年的午餐招标从两标改为实标 希望能够有更多符合基本资格的优良厂商加入 所以在招标文件特定资格证明 具有相当经验或实际者证明部分应该要删除 但因行政疏失错漏 开标当下即发现疏失 主持人不予开标绝标 因此宣布废标 那因为今年112学年度 我们午餐的一个采购的一个规划 从原本的两个标案 扩成为10个标案 那扩成为10个标案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希望能够广纳我们花莲在地 有基本资格 而且优良的厂商都能够投入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划理念 特定资格的部分应该要删除 那确实因为行政疏失的部分 特定资格并没有删除 所以在开标7月18号 开资格标当天 发现这样的错误 立即的做修正 也立即的由主持人 主持宣布废标 那我们紧急修正之后 也在后续的7月21号 做重新的公告 跟后续的一个开标跟评选的作业 那整个的一个采购标案的一个过程 绝对是依法行政 依法办理 一切公平公正 记者凌桀 花铃市采访报道